今天呢 各股的消息非常的多 赶紧先为您做一下插播 新兴呢 中国大陆现在疫情变严重了 今天就在刚刚对外宣布了 新兴说 昆山厂停工 延长两天到4月8号哦 新兴的股价现在确实有修正的压力 至于法售会 巧的啦 4月14号 请您绷紧神经 大力光照开发社会跟台积电是同一天 就在4月14号哦 所以手方姐来请上来 既然4月14号 大力光跟台积电都同一天开发社会 那么帮我检查台积电今天的股价表现 其实最近里面 当然因为新台币是贬值 对台积电非常的一个不利 不过台积电 我相信他在电子个股里面 在2022年的成长率还是排在前面的 那我们在之前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就600块钱以下 每5到10%你是可以定期定额 可是未来里面他这边的均线的压力 我觉得627块钱这边 你还是要尊重他的一个压力 那手方姐我问您哦 来我画一下高点这么一连结 低点这么一连结 这不就一个明显的上升轨道吗 如果请往下看 外资哦 我们插播一下台积电间外资卖了12254张哦 如果外资一直卖上升轨道哦 下源这边大概是575左右 怎么样就是都没有破 那代表也就是代表这两个股有特定的人呢 去做一些的投资嘛 不管是我们的政府基金也好 或者管股也好都有可能哦 你知道谁买的吗 投信请看 这些投信的买超是第14名的哦 那外资的卖呢 所以如果外资的卖 你看卖这个地方 外资卖投信买 如果走出了上升轨道 不就投信买成功 外资卖失败吗 懂意思吗 好 讲到这个呢 我再为您掌握一下了 今天呢外资不是卖很大吗 可是如果你回头去看一下 外资投信同买超的 妙的了 今天有5档 包括了友达开发金贡中信金 玉山金还有台肥 您看金贡非常的多 所以鼠方姐帮我 2409跟开发金两档检查一下 友达 对 友达在当时候公布 他现金股利只有一块 减之两块呢 市场把它当作大利空 他去做一个解读 短线上面这样利空解读是对的 但是长期你不应该这样解读 可是您那段话 观众朋友 上次去年的时候 应该说今年年初 谁方姐也讲过 因为去年友达赚很多 所以0056高股息 高股息ETF那一档 它是帮你研判 未来一年2022的今年会高配息 所以把2409曾经纳进来 0056这一档 发现到友达配给你三块钱 一块钱是真的赚钱配给你的 两块钱是减资配给你的 所以它就不叫做高配息 0056是不是会把2409给踢掉 有可能 所以你来看投信跟外资在今天之前 的确都站在卖方 就是因为高股息有可能把友达低调 可是我如果把今天 今年里面我拿开 跟大家讨论未来 因为今年的一个友达 真的获利衰退很多 有人估只有两块钱 去年是六块多 那请问他今年的两块钱 他明年能够配多少 就会很少了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他说我明年跟后年两年加起来 我要给你三块四 三块五 等于1.75嘛 对不对 对 平均下跌一年1.75 那请问你 那是不是又变成高股息 对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 你就要算出一个价格 他可以去做投资 可是我还是要讲 真的被我给料中了 当时我也问世新 淑芳姐今天讲得真清楚 他把2021赚的钱 拿出三块半 在2023跟2024配给大家 没错 1.75再加上这个 又是高股息 不过淑芳姐 他这么做 已经间接掩盖着 我2022的今年赚不多 20232024 一样EPS偏保守 对不对 没有错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就跟大家讲 他聪明的地方在哪里 你要想清楚 他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说你站在很 就是很情感的立场 他这样做真的不对 因为我低出0056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站在很理智的立场 这个老板聪明 聪明 非常的聪明 为什么 好我现在讲 我如果都三块钱 我不给你三块 我不减这两块 我给你三块钱 他的股本很大 他今年就是最多赚两块 所以他有个伏笔 那如果我减资两成呢 你这就不是两块啦 你就会变成跳到多少 你跳到变成两块 是两块半年 三块都有可能 因为我减资了两成 OK 他现在讲了一句话说 我明年后年配3.5嘛 如果我赚的钱 不止这个数字 我可以配更多 那你换句话讲 他就是短空长多了嘛 好我把它解释一下 淑芳姐的意思是 因为他股本本来这么大 但减了两成 只剩下这样 所以就算我赚的比较少 我EPS还能够保有 甚至会跳高 本来是估两块 所以很烂啊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不止两块啦 因为股本变小了 除下来可能会变成两块半 对那他就说 如果我不止赚那么少 我就不止配3.5 那你是不是变成长线的利多 短线的利空 所以这就看你从今年来看 还是明后年来看 我懂了 原来呢 该Boss背后所隐藏的聪明 所指就是 反正我股本这么大 我拼了命的努力赚 我也知道明年 今年或明年 我赚的没办法 像去年赚这么多 我赚这样 那没关系 我把股本瘦深一点点 除下来我EPS 还能够保住好看的成绩 对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再从长线跟大家讲一个没讨论的问题 如果我股本这么大 我的转投资就算赚钱 放到这里来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被吸湿掉了 打水漂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如果我瘦深的 我去投资 譬如说类似像整个一个 迷你LED好了 那这些的公司放到我没有那么大的股本 我的EPS是不是就业外的投资会增加 当然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 不看好LCD 所以我减资 但是我的业外其他的投资 占我本身的获利的比重就会拉高 观众朋友漂亮 口头跟您报告 2409友达 还有3481的群创都一样 现在LCD毛利率偏低的 它早就降低很多的比重了 因为电视面板几乎中国大陆的精东方在做 他们跨足到高毛利率的 miniLED的那一些 microLED的 是高毛利率还有客制化的车用面板 都是赚很大 所以这些赚很大 日后股本一瘦身 EPS就跳高 没错 所以要个答案 难怪会有粉丝在问我 乱姐如果是这样的思维 那它某种程度也是个存股角度 应该是说 景气循环股都不适合存股 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价格 去算出来它的基本价值 我刚才讲一个3.5除以2是1.75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你看它 20块钱以下有特殊买盘 有没有发觉 20上去 20以下就上去 所以这就告诉你 你这边是某些公司里面认为 这些的价格 你是可以去做长头的 太好了 19.5没达到这 就有强劲的买盘买上去 就到20以上 对不对 所以就20以下你就去注意 这个买盘有可能是大咖吗 你看今天法人通通跳进来 对哦 之前不都坏 今天为什么都跳进来 所以我觉得20以下是有它一定的价值 帮我測一下量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友达的量 好被我猜中 观众朋友你看到没 哎呀真是您的福气啊 今天鼠房姐意外帮我追2409 好开发金 我们来看2883的开发金 2883的开发金 其实最近没有它的兄弟公司中信金这么强 但是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大家担心 因为你并了中售嘛 你是受险公司 受险公司会不会明年就没那么好了 所以这一档个股一样 20块钱以上就不要追了 因为它有受险的部位 它今年就是场这个 那你再看中信金就很强 所以未来的金融个股 假设你真的要利差啦 你基本上就选非受险公司就对了 那我问你 中信金秀一下 会不会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中信金30.15元 它是大哥估重量 没错吧 开发金来秀一下 开发金的现在是19.7 它是二少估重银 这要老一辈子才会值的 然后第三个兄弟 我告诉你中租迪和这个估重力 就是他的了 那守方姐问您 会不会中信金 我们回到开发金 中信金来到30块钱 然后开发金也往20块钱 挺进兄弟比赛呢 应该是开发金往20 然后整个一个中信金 占30没有错 但他们不会各自努力 他们会砸群架 他们跟其他的是不大一样 所以会有竞争 金融个股应该都是 应该是说我都会互相帮助 就像星光金跟台信金 不是也要合了吗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这是金融个股里面 兄弟的特质 好 可是厨房姐 非常谢谢您了 请回座 精彩了 开始整理一下 刚刚公布了大理光 一样4月14号 跟台积电同一天 召开发说会 讲到了台积电 厨房姐刚刚帮大家追了 既然外资是卖很大 但投信有满 您看一下台积电的股价 是走出了上升轨道 因此盯着570或575 只要这个关卡没有破 投信是买得动 外资是卖不下来的 600块钱的关卡 站稳对大盘 当然是一大家分的 有答 今天是方姐独家披露 我们才知道 时间缩很短 原来一根长红棒 吃掉三四根的黑K 吃的理由 是因为老板聪明 因为本来想说老板怎么会把 2021大赚的钱 拿来到明后年 2023、2024配 简直的关键 原来因为拿到明后年配 几乎底定可以告诉您 2022的今年 23、24 可能没有办法向 2021赚那么多了 一这是既定事实 可是又如何 没赚那么多 又股本从这么大 变到小小的 又简直两成 所以同样赚这么多 就算赚少一点点 除下来 我EPS还是会跳高 第二个 我业外投资 我现在投资了好多了 这个其实mini-lay 也算它本业了 mini-lay的 车用面板 都属于高毛利率 只是它的营收 占比并不大 那又如何 反正赚这些的钱 只要股本一瘦身 我这些的投资 还是可以贡献EPS 算一定的比例 因此三块半 在这两年分配 基本上是聪明的做法 适合当存股吗 轻调 刚好问数房姐了 他说这几期循环股 比较不适合 可是漂亮是在 只要来到了19块半 强劲的买盘 大户大咖都接在这 他买的怎么会是短的呢 分享一下 包括了开发金 开发金提醒您 它是中信集团 这个孤二少开发金 19块7往20块钱挺进 那股大少股重量 当然就是中信金了 中信金30块钱 应该能够保得住了 只是松苏敌和 他是股重力的第三个兄弟 最小的弟弟了 当刚数房姐说 这三个兄弟 其实是互相竞争的了 我们就看一下 股价如果有竞争 也会有所上期待了 说到这 结论 数房姐正确吗 非常的正确 感谢您了 追了股票 更要追讯号了 月恒请上来 好恐怖的今天 大盘大跌 没想到外资借股票 竟然借了 这么样的多 会不会外资已经知道 今晚的国际盘又不稳了 您看德股重挫 现在大跌1.3 法股股市跌幅也超过了1.1 因为利空 欧盟呛响了 欧盟理事会对外说 迟早必须要制裁 俄罗斯的油气 不让它卖出口 也不买俄罗斯的油气 俄罗斯听到之后 气死了 赶紧对欧盟说 如果欧盟将这个能源敲诈 做这样的动作的话 那么会让欧盟付出代价 因此您看包括我们的夜盘 现在夜盘也跌到 几乎相对低点了 换消息比较多 月恒怎么看 没有错 其实从这样子的数据上来看 第一个外资借券 借券的部分其实相当多 而且我们发现它借券 基本都是高价股或是全职股 高价股系列 全职股台积电 联发科的部分 所以说都是电子的 这个全职股的部分 所以代表说 它这大盘其实是有影响力的 担保守 对担心大盘如果有一天 接下来往下去做修正的话 可能会用到变成借券卖出的部分 可能会持续的上升 好 那其实我们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看 夜盘跟得发的股市 就为什么比较差一点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台股相对强一点 但也是在年线附近去做整理 这边上上下下 那我们连续两天 以期货来看 就是两只脚打在这个位置 年线都守住 年线都守住 但是如果日后年线 成为一个正式跌破 而且占不回去的话 那可能就会变成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担心这个 对啊 你看年线在这 之前是打到年线 就大家去把它埋起来 大家去把它埋起来 是收脚 如果年线到最后 大家去埋不起来 反而是破脚 那就叉叉了 没错 为什么会担心这个 跟大家提 我们看期货的部分 期货空单其实是一直在减少 对啊 空单明明是好的呀 对 空单减少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它是好 代表什么 外资没有在期货去贯押 没有加空 对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发现 外资的现货卖很多 大卖 对 而且都是卖电子的全资股 那他买的部分 反而是金融股为主 对 他买的 他买是金融股为主 但卖的部分都在砍出这些 果然都是大型的权重股 传产大型权重 最后我们再来看台币 台币是不是还是比较偏弱势 对 对 所以代表什么 他把现货的部分出清 而且汇出台湾 对 那不需要期货了 期货原本是干嘛 帮现货做避险 对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波期货持续的减少 但是台股却没有往上谈 你会发现 外资是不是慢慢在减少 台湾的一个部位 这是一个警讯 等一下 那我问你一下 刚刚说期货的空单 你有听出他的悬外指引了 期货空单是因为呢 当他卖现货的时候 指数往下掉 空单如果可以赚 当然就赚了 而且呢 他卖的时候 这边可以做避险 可是现在的空单减了 是不是也代表着日后 现货卖的差不多了 就不用再布空单了 代表说他没有现货可以卖了嘛 对 他在台股的部位 没有像以前这么多了 是的 所以他不需要 要这么多避险部位 漂亮 观众朋友 意味着现货今天卖很大 没错 但是期货的空单再瞄一眼 只要期货空单 没有加空 就印证了 他的现货卖的差不多 不会再狂杀股票了 有这样的可能 好 那么大盘的图 来赶快去读一下 大盘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看 两条线帮大家画出来 橘色的是季线 就是压力区 然后蓝色是我们的年线 也就是主要的支撑区 我可以看到现货在年线的部分 基本上是收红K 虽然我们刚才看期货的夜盘 他是收黑K的 其实代表美股的压力 其实是比较大 但都没关系 碰到年线 他们都是收脚 没错 打下去买起来的 对 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 就是年线是不宜再破的 因为已经测两次了 事不过三 再破就有危险了 如果跌破的话 就有可能会再去往下测到 一万七千点附近的一个位置 大概就是前面这两只脚的位置 会破万七 对 有可能会去测到这个位置 第二个部分 我们的KD的指标 其实目前是死差的部分 而且跌破八十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对 他其实在这边震荡 尝试挣扎了一下之后 但是KD是往下的 所以代表说最好的状况 很有可能会在年线附近 去震荡整理 等待他钝化回到五十附近之后 再走向前面 这样子黄金交叉的方式 再往上去做攻击 这是比较好的情形 比较差的情形 就是直接灌破年线 快速的往五十以下去做个修正 第三个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 仍然是在量缩整理的一个格局 我们在廉价前有跟大家提过 我们要供季线以上 必须要是量增 才有办法走一个KD吨化 对 没有 还是持续往下走 今天虽然跟廉价前比起来 稍微有一点点量 但我们是放了三天价的量 其实这样来讲还是不太够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 我们的量缩退守 是守年线的位置 日后一定要观察这个位置 不能再去跌破了 所以现在您的解读也是在 年线上 季线下 横盘吗 对 这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就这样的状况 对 如果破债就不理想了 非常不理想 好 感谢于衡 非常谢谢您了 请回座 哇 精彩 今天为什么会借那么多股票出来 印证了他觉得 现在国际盘非常的不稳 外资总觉得台股应该还会在做修正 所以借股票出来是为了台股如果修正 那么至少有股票可以借券卖出 这条线如果在攀高 对大盘是扣分的 但换又说回来 期货市场它并没有大加空 以前期货的空单 是因为我现货部位这么多 现货部位这么多 那我至少要空单来做一下避险 现在现货看一下棒子 一直慢慢卖 卖到差不多的 我的库存大概都快卖完了 或者我觉得舍不得卖的 死也不卖 该卖的想卖的 我大概卖的差不多 所以不需要期货空单 再那么多来做避险 因此这又是正面解读了 只要空单没有加更多 代表现货卖 快要卖到尾端即进了 那么夜盘一样盯着年线看 这条的年线如果终究有手 就叫做安全 因为期货现货都在告诉您这个答案 这条大盘是在年线上 寄线下横着走 其实这是最好状况 因为KD死亡交叉了 如果年线这边都有收缴 大事不过三 第三次如果破了年线 不再收缴了 可能压力会变大 而且该有的攻击量老是没出来 所以现在的情形 有可能是在年线上 寄线下 进行横盘震荡整理 总之年线破是不好的 会往下再灌破 万七大关 以上结论 麻烦预恒正确吗 非常确定 感谢您了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下一个就是麻烦预恒帮我检查 金融分两派 有的是不好 有的好 可化工还不错 机体就偏差了 的事 会变得幻 obviamente 没有养逐猪盘 不能被向御 消肅盘